是一個自由派 對啊 沒錯 時間總會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看 除了這個內蒙跟黑龍江 可能稍微內陸一點 怎麼這一些領海的大城市 遼寧 大連 北京 拜託 山東 上海 浙江 怎麼接連的這樣子 這個多點開花的方式 就來爆發了 而且我們來跟大家講 然後這邊的話你看 他們其實已經升級為 北京就已經升級為中風險地區 而且有一些店鋪 就已經被封了 你想想看 你在街上看到 有人穿防護衣走來走去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畫面 看得到你就怕了 對 沒有錯 來 接下來我們特別一提的 就是剛剛主持人講到的 在瀋陽這個 其實這個 它其實它是從韓國回來的 那回來之後 檢測其實是陰性 根本也沒事 結果回家之後 九天身體不舒服到醫院去 驗出來是陽性 那就麻煩了 那你到底是不是在韓國 就已經帶回來 還是其實是在你住家附近 居家感染呢 這很恐怖 這個就可怕了 所以你看 大家所有人都如臨大敵 它附近的地方 然後你看又是穿防護衣的人 來來去去 很多人都被關起來 而且現在有一些畫面出來了 為什麼 特別是我們跟大家報告 還有哪裡 還有大連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些醫院 有一些學校 他們都開始接到了 很多的這些案例 更可怕的是 有一些畫面出來了 來 換我上來 照慣例這種時候 就開始要搶物資了 是啊 沒有錯 但是這在幹嘛 你看這麼多人排隊在幹嘛 漏夜檢測 漏夜檢測到底有沒有病 就檢測 而且有人很多人就在網路上講 有些的話是檢測完 然後你就在家裡關著 六個小時八個小時 一直等沒有消息 那個時候是最煎熬的 我到底有病 我到底沒病 我接下來該怎麼辦 有一些人是在醫院檢測 檢測之後就在醫院 就出不來了 有點像我們之前 和平醫院那個時候 或者是他們之前的 方艙醫院一樣 就全部在裡面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好 沒有錯 剛剛主持講到重點 現在開始在這邊撞 搶水搶涼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結果呢 剛剛可能就封起來 沒辦法出去 如果出去了呢 大家不要想說 這排隊在幹嘛 週年慶 搶福袋 不是啊 搶菜搶到大打出手 真的看了 其實讓人覺得也非常難過 你看 整個貨架是空的 都被擠歪了 剩下那個蕃茄沒幾顆 全部都被搶走了 看起來好像被擠用筆 有沒有看見 有沒有看過貨架這麼空破 就其實非常可怕 好 那如果說 你買東西回家了對不對 有東西吃得很開心 結果沒有 不要開心得太早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有人來給你盯門板 沒想到他們現在有一些 除了像剛剛講的一些 這個排隊漏夜 檢測你到底安不安全 接下來竟然有一點 像一開始武漢那樣 也開始在盯門板 要把你封死 因為這個畫面 看得都非常可怕 好恐怖 裡面又沒電 要把你封死 而且不是有疫苗嗎 是啊 對 沒有錯 來 講到疫苗 那疫苗的話就 當然我們可以說是緊急授權 可是有一些人 真的就是很擔心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現在有一些 這個畫面出來了 真的是 你會覺得說奇怪 怎麼會講這樣的話 就是到底誰要打疫苗 就沒想到他們的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醫生 他們這個感染科的主任 他在網路上竟然出來一番話 他說 來 誰先打疫苗 無所謂嘛 你的這個注射率 明導先打 注射率的話呢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二十 我根本不在乎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上海醫師 怎麼會那麼勇敢 不小心講了真話呢 你用百分之十接種也好 百分之二十接種也好 我們現在其實都不著急的 什麼時候不著急 等世界的疫情 完全得到很好的控制之後 世界的國門一旦開始打開 我跟你說句實話 都不需要求證給你打 你自己都會哭著喊著要去打 那今天誰要先打 我個人覺得 現在應該打是 領導幹部要先打 馬欣 同志要先打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群眾生一次新冠沒有關係 我們領導幹部自己感染了 我告訴你這就是個醜聞 我們現在馬院長感染了 我跟你說句實話 你自己也不要提示 你也不要我們再說了 說你的院本沒做好 你自己第一個提示什麼 我是覺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 風險最大 大家自己來評論 其他原因呢 應該是說 我也很擔心領導感染 然後外領導感染的話 就變成世界醜聞了 所以怎麼辦呢 領導先打 但聽在我們大家耳裡 中國疫苗 你覺得怕 就變成我OK 你先打 這個應該就算 我們今年六七月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下來一道命令 禁止什麼 叫做高級黑 低級紅 潘老師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想也是 你如果說 因為領導會到處訪視 所以他接觸的地方跟人員 很多先打 或者說身先士卒先打 但是他竟然講 因為群眾生一次新冠沒有關係 然後呢 這個領導高幹德的話是醜聞 真是很體恤領導啊 是啊 這聽起來的話 就有點刺耳嘛 是吧 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講 他們其實有人講說 那你們自己醫護人員 到底打的意向是如何啊 來 這邊就分兩集 有一種是說 如果非常自信的話就不打啦 未知才是最可怕的呢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有人說 摸底測試一下 跟大家說要打 大家的反應是怎樣 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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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人說 沒有 先等別人打 我再看看要不要打 看左右的四位是不是 自己在想想看 但是也有人說啦 這不是要不要打 而是輪不輪得上 我想打啊 可是我要排很久 他們現在打很貴 要三萬多塊 沒有錯 但是呢 他們官方其實有人說話 來 我們給大家看 他們的意思是 第一步 針對重點人群 我想一定是這樣子對不對 容易接觸到的 另外的話第二步 來 這句話就厲害了 應接 進接 也就是說 打預防針是為了要達到群體防疫 群體防疫本來就是注射率要提高 但是問題是在於 那這個疫苗 如果讓人這麼恐懼的話 打下去是安心還是擔心 大家看到全世界 大家進相發展疫苗 推比誰先出來 為什麼 當然賺錢是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復興一樣 特別講這家公司 這是中國四大集團之一 這個復興 他的家大業大 他在過去全世界到處的併購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 為什麼跟人家走勢不一樣 你看到年終的時候 大家都走到高點 可是前面兩家都下來 但是你看這家又上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要 他們的疫苗 是可以賣到國外去的 其他那兩千都是賣到 只有在內地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疫苗真的是大學問 除了剛剛說賺錢之外 第二個 外交 沒錯 以異魔霸 對 所以中國幾家有本事 有辦法的公司 就我們剛剛說的復興國際 或是中國的國藥集團 都背後都是中國的國營企業的 他們的疫苗就賣到國外去了 譬如說像現在 中東的阿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們叫阿聯酋 買了疫苗 好 巴西更是 巴西本來他的總統 波索納羅說 我們才不要買中國疫苗 過了兩天照樣買 為什麼 好 等於為什麼 我們就要再講 第三家叫做印尼 也是買了中國疫苗 來 剛說的這三家 這三個國家有共通點 什麼共通點 原物料 阿聯酋有石油 對 巴西有糧食 很多原物料 然後原物有煤 對 所以你看 他不是跟澳洲吵得不可開交 所以我要去跟其他國家買 那我跟誰買 交換條件 我買你的這些原物料 來 你就給我買我的疫苗 交換條件 所以你看到中國多厲害 這是第二個理由 真會做生意 對 第三個理由 當然就是展現國力 大家為什麼要搶著說 我的疫苗 你看我多早就做出來 而且還要講 我的有效度有多少 是譬如說剛輝瑞 剛出來的時候說 我的有效率是百分之九十 中國就跳出來說 我是百分之九十五 剛好 來 我們來看幾件事情 你看到中國這一波 他們疫苗完的時候 當然要打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請問習近平有沒有打 沒有啊 沒聽說 你看要不然拜登就直接注射疫苗 拜登打了 賀錦麗打了 可是我們沒有 佛企也打了 對 甚至你不要說 這個習近平打疫苗 之前創夏老師 其實就有在網路上PO一個 他連口罩都戴3A的 中國口罩他都不敢戴了 核胖疫苗 你給人家觀察太仔細了 不是 這是創夏哥發現的 那是大陸我明發現的 所以你說嘛 總統 剛剛不是 剛剛潘老師不跟我們說 重要人是要先打 我們要有信心啊 對不對 重要人是要先打 美國總統很重要 所以他要釋放 那你說習近平不重要 所以他可以不要先打囉 也不是 你現在講習主席不重要 體恤民眾讓民眾先打 後來一下是疫苗而疫苗 所以嘛 你看到 這第一點就這樣子 那當然沒有直接證據 你頂多說習主席擔心而已嘛 好 真正的證據出現了 因為中國的國企只要外派 偷偷說要外派的員工 全部都給我打疫苗 是 所以喔 外派到幾個非洲的 可是派到非洲一樣感染啊 對啊 現在就是這問題 沒錯 講到重點的 他們現在外派去的 尤其這個天津電力建設公司 外派到歐洲的這個塞爾維亞去的 400多個員工去之前都打疫苗 結果300個人中標 還是確診啊 對啊 400多個人去 結果300個中標 然後當地的軍沒有打的 反而沒事是這樣嗎 所以你說嘛 這種情況之下 誰敢打 沒用總比出事好 所以還算是老天爺有朋友 好 可是真的 因為過去黑歷史太多人 來 我們看到這一個 號稱疫苗天王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第一家 康泰生物的老闆叫做杜偉明 他號稱疫苗之王 甚至有人稱疫苗皇帝 為什麼 因為他在很多年喊出一個口號 哇 真的是非常有力 他說中國人的疫苗 不能掌握在別人的手裡 所以我們一定要發展本土的疫苗 哇 鄭重中國官方的新凱里 所以全力的去扶植他 也因為這樣子 真的讓他發大財 他有一對他的身價 高達73億美金 就靠做疫苗 因為太好賺了 跟郭台銘一樣高耶 可是問題是 他之前跟他老婆離婚 結果他分給他老婆一半 他老婆拿了35億 他怎麼那麼想不開 這又講到另外一個重點了 因為他都沒有人說 他母兩個為什麼離婚 實在有小三還是怎麼樣 都沒有 所以有人懷疑 脫產 對 脫產 因為他老婆是加拿大籍 所以因為如果你是中國的居民 你錢要匯到國外是非常困難的 可是當他老婆是加拿大籍 離婚爭炸財 也不能炸財 他只是把錢搬出去了 那炸財真的就有炸財了 因為他真的有黑歷史 在之前2014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公司推了米肝疫苗 結果小朋友打了死了17個人 那這一定有問題 我們覺得有問題 可是在當時所有中國封鎖這個消息 而且後來政府出來說 沒問題這個是特例 這個跟疫苗沒有關係 這是小孩子自己有問題的 甚至有媒體要去追蹤要報導 杜偉銘通通都去告 而且告的結果媒體全部都敗訴 賠錢道歉 因為他跟中國的官方關係非常好 你想我的疫苗 為什麼可以讓官方使用 全中國多大的市場14億 我們不要說所有人都打 一成的人打疫苗他的炸 一億四千萬耶 他就賺翻了 因為中國這麼多公司在做 只要我一成給你做他就賺翻 但問題是我為什麼要採用你公司的 當然跟政府官員有關係吧